早上好,我是Kelly 本次视频想要介绍牙科橡皮长 什么是牙科橡皮长呢? 简单来说,它是一片柔软的方形橡皮布 用来隔离需要治疗的牙齿 橡皮胀在牙髓砖科中必不可缺 或者在为儿童补牙时也会用到 使用橡皮胀有许多好处 1.避免病人吞入气血、牙齿碎片、药物、冲洗液等外物 2.避免牙齿受唾液、血液等无人 3.保护患者口腔内的软组织 4.为医生提供良好的视野 5.隔离了水、气等提高了治疗的效率 5.橡皮胀有乳胶或非乳胶菜质 5.首先我们拿出固定橡皮胀的面垢 5.面垢三边均有凸起点 5.先轻轻地把橡皮胀拉伸 5.挂于面垢左右两侧 5.紧接着固定底部 5.橡皮胀在支架上就安装好了 5.这是打孔器 5.可以打出5种不同纸巾的孔 5.大小分别对应上下盒磨牙、前磨牙、尖牙、切牙等 5.打孔的位置根据所需隔离的牙位确定 5.若不能准确掌握打孔位置 6.可用打孔模板标记并多加练习 6.待操作熟练后可直接打孔 6.在根管治疗中 7.打孔数目一般为单个 7.橡皮胀架形状多样 7.这个蝴蝶状有义 8.橡皮胀架常用于上下盒切牙 8.将甲子的翼套入橡皮胀的孔 8.甲子其余部分均露在橡皮胀上方 8.上盒切牙的甲子就固定好了 8.这是上下盒前磨牙通用款橡皮胀夹 8.轻轻拉伸橡皮胀的小孔处 8.使甲子的翼套入孔位 8.甲子拱部朝远离橡皮胀支架底部的方向 8.这是前磨牙夹用于下盒前磨牙的固定方法 8.若把同一个甲子倒过来装 8.甲子拱部朝靠近橡皮胀夹支架底部的方向 8.便是前磨牙夹用于上盒前磨牙的固定方法 8.绘布带小尺状的磨牙夹固定方法也大同小异 8.此为磨牙夹用于左下盒磨牙的固定方法 8.若将甲子拱部顺时针180度倒转 8.则为磨牙夹用于右上盒磨牙的固定方法 8.正式橡皮胀夹前 8.用于安装拆卸橡皮胀 凸起处为甲前挥 8.橡皮胀夹两侧都有上前孔 甲前的会插入橡皮胀壁上的孔 8.用于称大甲子安装橡皮胀 学校还教过多颗牙齿的橡皮胀隔离技术 8.但在牙髓专科中很少用到 在此就不仔细讨论了 8.在此就不仔细讨论了 8.感谢观看 8.5.小欧 4.0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